大家要不要說明一下為什麼是搶毛巾 這跟激情是有什麼關係 從我嗎 我還以為是贏 我口氣清楚一點 我跟你有搶毛巾嗎 我們這一開始搶毛巾 這邊 這邊 好 左邊 謝謝 12月24號不想一個人 好 右邊 其他三位主角 都現出了從以來尺度最大的 表演 聽說開拍前有上表演課 但是提問搶毛巾 大家要不要說明一下為什麼是搶毛巾 這跟激情是有什麼關係 從我嗎 我還以為是贏 我口氣清楚一點 有跟你有搶毛巾嗎 我們這一開始搶毛巾 搶毛巾這個概念其實真的很苦 因為導演希望我們都不害怕 觸碰我們臨時的聲音 了解 所以在搶毛巾這個過程 一定會碰撞 一定會拉扯 一定會 一定會身體碰撞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那時候 老師跟導演跟我們下一個指令 是 如果這個毛巾是你想要捍衛的某一個 某一個東西 比如說你的身體 或是你的尊嚴 某一個你想要protect你想要捍衛的 你就是不能讓別人拿到 那在這個時候你會怎麼做 然後在搶毛巾這個過程 其實就拉出了非常多的情緒 然後也是導演在那個時候 除了幫助我們不要害怕身體碰觸這件事情之外 是 因為我對女生會比較害羞 就是 會比較 會不太敢 會很禮貌 然後 我覺得那時候蔡佳英就用這個方式 因為我是那種玩遊戲魔人 我就會 就是認真起來玩遊戲 就是 沒有要輸的啦 對沒有要輸 我是輸不起的 你知道 我就是我一定要搶到毛巾 然後 而且這兩個天蠍座 完全不肯 會認真到底 然後我記得我一開始跟他們搶的時候 然後蔡佳英就生氣 他說我覺得你根本就是太禮貌 然後他就自己把毛巾放在後面跟他搶 我們兩個打到我記得蔡佳英的指甲都斷掉掉下來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印象深刻的開始 就是你必須得真的去動起來 去靠近這個身體 才會夠了解他跟建立性能感跟安全度 搶毛巾他們講差不多 我想到另外一個 我們那時候有抽籤 然後你可能抽到譬如說 你抽到的指條是我喜歡你 那你就要用眼神告訴對方你抽到的是什麼 所以你就是要去跟每個人一起對看 然後猜他到底抽到的是什麼 那我記得有一次可能 我看范道訊 然後可能覺得范道訊他抽到的是 我喜歡你 結果他其實要說的是 給我錢 就是 我們在整個不要以過程 眼神是變成誤會 查得有點多 因為他是 只能用眼珠 連眉毛眉語 完全不停 你只能一直在心裡面不停的想 我愛你 我愛你 然後對方說出 我愛我錢 我說不是不是不是 他說我愛你 這是每一部國片一定要問的 就是既體題 如果票房好的話 大家有沒有什麼 有創意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可以再有第二波第三波的話題 來 范語文 因為我們是那個封見過高架的劇組嘛 對 那我們就再封一次 然後上去辦幾個 好 這個精神有點可觀 來范少訊 有什麼比范語文更瘋狂的想法 我記得 因為在裡面拍北美館也是 也是劇組第一次 就是跟北美館借場地 然後還是借過我們拍攝 所以 如果可以的話 就再借一次北美館在裡面辦流水室 好 好 真的 等一下問問他 等一下 好 哲林呢 既然是酒店代表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是要 要一個包廂 然後也在裡面辦流水室 越來越大 來 范哥你不能輸 你要在那邊辦流水室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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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覺得可以一一唱唱歌吧 好 經濟實惠都破500萬 我知道 我知道 來 宇文請 那時候不是都很想看那個 豆哥 那個溫邦豆哥 金沙邦邦哥洗澡的 再洗一次就對了 再洗一次 不用再洗一次就直接給我們看那個 片段 對啊 看片段就好了 好 風階洗澡就可以嗎 OK 好 好好好 好好好